8月20日的游泳比赛已经全部落幕,中国游泳队在男子200米混合泳,男子800米自由泳,男子50米游泳这三个强势项目夺得了金牌, 在男子自成为200米自由泳接力,女子50米蝶泳,女子100米自由泳,女子200米挖泳,几个项目都有奖派入掌,正如孙良在800米自由泳,结束之后接受采访时候所说的,中国游泳队目前在女子项目整体相对还是较弱,女子游泳队在和日版队的对决中处于绝对的下风,在20日的比赛中,游泳项目最闪亮。 她的一颗心,莫获于日本18岁的女子游泳选手吃江丽花子,在女子50米蝶泳以及100米自由泳,中她都轻松夺得了冠军,这两个项目她都刷切了亚运会赛会记录,加上此前她再次乘以100米自由泳项目已经帮助日本女兰夺冠,这样她就成为了本次亚运会首位获得三块金牌的选手。 在过去几年时间里,石江丽花子确实成为那亚洲泳潭最出色的女子运动员,这两年她也在不断的刷新各项赛事的亚洲记录。 目前,她是女子50米蝶泳,女子200米自由泳,女子100米自由泳,这三项游泳赛事的亚洲记录保持者。 除了已经夺冠冠冠的三个项目之外,石江丽花子还参加了50米自由泳,100米蝶泳,200米自由泳,4乘以200米自由泳,4X100米混合泳这五个项目。 可以说石江丽花子绝对是来势汹汹,除了50米自由泳之外,其余的四个项目中,中国选手的实力和石江丽花子都有着一定的差距。 但是50米自由泳,中国女子游泳队也并非完全保险。 在今年5月的日本游泳公开赛中,石江丽花子曾经游出过24秒47的成绩,而在6月的环地中海游泳系列赛法国塔内战的比赛中,她曾经游出过24秒80。 中国在50米自由泳,最出色的运动员,无疑是北宇为泳团第一美女的刘香。 在今年4月举行的全国游泳锦标赛中,刘香仅仅游出了24秒55。 在洛杉矶游泳邀请赛中,刘香也仅仅游出了24秒86,但从成绩来看,石江丽花子似乎还想胜一筹。 不过在2017年的全运会中,刘香曾经游出过24秒32的亚洲记录,可以说她还是在这个项目有一定的统治力。 当然,如果想要夺快,刘香必须在比赛中,发挥出几乎百分百的实力。 这样才有机会捍卫中国女子游泳队,在5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的亚洲霸主地位。 好的,而且谢谢大家。